住在核电站附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慌啊 最近有一个粉丝就发现他自己家附近刚进攻的竟然就是一座核电站 本来他心里就有点害怕 再加上前两天看到我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视频 想着战争随时可能发生 现在住在核电站附近会不会特别不安全 问我要不要赶紧挪个窝 本来我是想劝他赶紧搬到其他地方去玩家 毕竟核电站在我们印象中 总与核污染 核辐射 爆炸息息相关 就感觉特别危险 但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去研究了一下他家旁边这个核电站 然后告诉他还是别搬了 如果打起仗来在这个核电站旁边住说不定还好一点 要是仗没打起来呢 待在这个核电站旁边那就更好了 我的态度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啊 就得从这个核电站的爆炸讲词 1986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夸张的一次核事故 就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此次事故迫使超过30万居民被迫撤离 同时这次灾难所释放出来的总辐射计量 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此次事故呢也是被评定为核事故里面的最高等级 7级 那人类历史上被评为7级的核事故一共就两 除了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的福岛核电站爆炸 那只要这个核电站爆炸了 那它肯定就是7级事故跑不了了 这核电站之所以会爆炸呢 它不是因为核反应堆产生了多大的能量 而是因为这个水 这核反应堆呢它其实就是个大锅炉 就可能烧水呢 只不过它烧水的这个柴火啊 是用油235做的这个核燃料棒 在这个大锅炉里面把水烧开之后产生的那种高压水蒸气 往那电机上一喷 然后呢这个电机就开始呼呼转呼呼发电 那一旦它这个排气口被堵上 或者说排气无畅 但这个反应堆这个火炉呢 还在那坑坑坑的烧 过一会儿呢 炉子里面的水蒸气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之后呢就爆炸了 炸炉其实只是核事故的开始 因为即便是炸炉了 这个核反应堆它还是会继续燃烧 水烧没了 它就开始烧周围的其他东西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时就是这样产生的大火 因大火扬起的辐射成 上百平方公里 但正常情况下 它这个核反应堆呢 都会配备一个紧急冷凝装置 就是为了确保能够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让它熄火 阻止核反应继续发生 辅导核电站就是因为 它的这套紧急冷凝装置最后生效了 所以才没有酿成大火 既然水是爆炸的原因 那为什么不换掉水呢 这个呢主要还是因为水啊 真的是太好用了 它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发电 还可以给核反应堆降温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比如说把核电站修在海边 这水不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吗 所以之前所有核电站都是一海而建 但这次这个粉丝说 他家在甘肃武威那边 当时我一听 我还以为他搞错了 这甘肃不是以黄土高原的 这个大沙漠著称吗 它不仅离海远还特别缺水 这地方还能修核电站 于是我呢就怀着一颗怀疑的心态 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地方呢 还真修了一座核电站 而且这座核电站 还是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这核电站就直接把传统核电站里面 这个水换成了 有很多孵化物制成的这种熔融岩 就有点类似岩浆的那种感觉 这一下直接就让这个核电站 变得特别安全 因为熔融岩即使是承受了千度高温 它仍然是液体状态 不会像水一样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最后搞到这个锅炉里面的压力 变得特别大 所以它在根本上就杜绝了爆炸的发生 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如果外界停止给这个反应炉加柴火的话 这熔融岩它自己就会冷却下来 进而就会阻止这个核反应堆继续反应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 这个熔岩它又会因为自身的膨胀 等一系列变化 就让这个链式反应会越来越困难 进而就可以控制这个核反应的温度 不至于让它一直朝上升 除此之外还有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核电站 它采用了新型的核燃料土 这个土不仅比油更容易搞到 还更便宜 而且用土所产生的核肥料的污染 只有油的万分之一 就是它埋在地里 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之后 可能就没啥辐射 这种以土和熔岩为主建的核电站 叫做土积熔岩堆核电站 只不过现在在甘肃这边建好的 这个土积熔岩堆核电站 还是个实验堆 今年7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发布了一份报告书 里面就提到预计2025年 在甘肃5A便会开始建设 全球首个商用的土积熔岩堆核电站 进化在2029年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次遥遥领先了 那到时候咱们就看吧 甘肃周围的电费地暖 这价格估计都会被打下来 不光如此 这个土积熔岩堆核电站 基于它的安全性 低造价 各种经济性 以及便利性 还没问世 别的国家的订单已经分支它来了 尤其是那些身处战火 资源匮乏的国家 谁不希望自己在战乱的时候 或者在被封锁的时候 拥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发电机呢 所以最近股市回暖 又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该布局什么 这里呢 我就同意回答一下 核电可以了解一下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еюсь